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欢迎回来法律广场的时间 嘉宾产行新闻的嘉宾 在要查证券市务总监国师哲郭老师 郭老师 您好 郭老师 和大家看看A股的收市表现 上证综合指数今天升14点 首报2225点 互深300指数升17点 首报2489点 深正城市方面升39点 深报8993点 三大指数升幅 介乎0.44%至0.69% 今日内地股市做得不错 最主要是CPI数字 较市场预期为理想 3月份只是增长2.1% 数据理想 会否带动A股有反弹 郭老师 暂时来说市场焦点 并不是这里 最多是拉紧 或收紧流动性的动作 会轻轻放慢 甚至乎憧憬 会否有机会略为松一松 但目前市场的焦点 主要是地缘的政治局势 以及新的疫症 虽然我不觉得这两者 最终来说会带来太大的冲击 但你不明朗因素 就是不明朗因素 还有一件事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市场人士 都一直在观望和在等 因为早前大家都憧憬 一些刺激经济的方案政策 包括城镇化的计划 或者其他方案的计划 会逐一波推出来 但两会到现在 都会有一段时间 见到的是进一步的正回购 以及持续的一些调控政策 这个稳定的措施 很可能在最初期来说 应该是事在必行 但一天未有一些刺激经济的方案 推出来之前 大家的心态还是比较保守 所以你说现在的CBI 轻轻回落去 最简单是你不需要担心 明日或后日 又会再将利率提升 其实目前来说 只要情况能够保持得到 是这样的话 不单止加息的机会 不是那么大 甚至有些人认为 为了刺激经济 为了维持7.5%的增长 很可能着量宽松的货币政策 应该还是要维持的 包括一些汽车的扣置分歧 或者一些房屋分歧的购买 或者做生意的商业上的贷款 等等你都是要放的 如果你说一直持有流动性 资金不走出来的话 在流动性被拉紧之下 其实商业的活动会少了 很简单 借不到钱就买不到房 买不到房 发展商就卖不到房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动作我想不应该出现 只是说 目前来说 去年因为通过逆回购 在短暂的操作之下 注入了8600多亿的资金入市场 这个说明是短期的操作 你一定要回收 这是事在必然的 但放那一下大家当然拍手掌 收那一下就痛苦 既然流动性被收紧 大家一定不会有太大的憧憬 看看股市的走势 已经知道 其实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正常的调整之中 好了 如果你往后到第四月份的中旬 或者稍后一点 为了维持7.5%的经济增长 只要环境气候相就的话 不排除是会进一步 采取比较适量宽松的政策 包括推动多些流动性出来 当然会不会下调 银行准备金 现在各人的看法不同 每下调半个百分点 或者一个百分点的 银行准备金 意味着有4千到8千亿的资金 是拆放出来市场 在这个流动性主导之下 市场的气氛一定是有所改善 不过老实说 政策未出来之前 的确不能抱太大的重景 至于去年一段时间 大家应该留意到 好像有880间IPO公司 在排队上市 但是证监那边重新离敌一些规例 意味着有一半 或者接近四分之一 是不符合规条 所以被逼撤回上市的安排 或者要求 剩下的那些 应该是基本条件比较好 或者符合到监管当局要求的公司 才能够通过IPO去上市 或者集资 其实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如果你太多一些不符合规条的公司 都可以同步上市 上市若干时间之后 到解禁其一度 立即就是拼命沽 就好像提款机那样 沽得多少就拿到多少钱 如果这样的模作一路下去 一只半只带来的撞击已经很大了 如果大部分或者一大部分的股份 真的这样的话 最终损失的一定是投资者 当投资者对股市失去信心的时候 情况就很难搞了 你好像现在这样 美股不断创新高 为什么A股一路都迟迟不肯走呢 其实是几个原因 包括我刚才所说的 一些质素比较差的股份 过去不断在市场上夹水 令到投资信心真的尽失 这是其一 其二的就是在政策的推行 直到现在这分钟都没有听到 有什么刺激经济的政策 或者是城镇化的计划 如何尽量推出来 是没有的 既然没有政策出来 大家当然是抱着官王的态度 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 不明朗的事件 或者稍微利淡的事件 突然间爆发的 例如好像北韩局势的紧张 大家怕它拆枪走火 H7N9的疫症 也突然之间在内地 零零星星的爆发出现 这些都会影响到股市的投资信心 最低限度在疫症的爆发期间 旅游事业或者餐饮事业 以至酒店业 这些或多或少都会受影响 航空业更加不用说了 首当其重 目前情况未去到这么差 但既然大使刚刚处于 中期星后技术上的调整之中 如果在调整期间 如果有一些利淡因素突然之间出现 而这个利淡因素 也不能够用一些技术上 或者基本因素去做分析的话 市况就会比较难搞 即是调整反复的时间和周期 是会长一些的 如果你说某些经济的数据不好 或者某些措施出来 令市场稍微受压 这是很短暂的 消化过了你就没什么了 但你反过来看看疫症就知道了 这个突然间零零星星爆开了出来 大家害怕什么 你害怕社区 你害怕去到人全人 你害怕的东西太多了 因为这个你控制不了 而且你不是说 我可以今天去推测 到底会不会爆发 怎样怎样 是推测不了的 只是希望情况 不会去到人全人 当然我也是这样看法 但市场是不理性的 你有一些因素令到大家害怕 就会慌 尤其是架在低位 心里已经觉得市场反复大远 而且市场仍然不稳 你遇到一些坏消息出来 又加重了想沽货的人士的决心 幸好到2180点 A股已经断定了 不过这不是真真正正的回稳 就等于港股一样 今天有个技术上的反弹 现在这分钟是升156点 21874 但大家有没有发觉到 10天线在上面 即是现在的指数跌穿10天线之后 有技术上的反弹 但反弹即使是今天最高位 距离的10天线 也有200点的距离 一日恒指未能够回到10天线上 就不算是真真正正的断定 严格来说 整个势头仍然处于一个 逐步向下沉底的格局 只不过是上星期五 经过昨天两天 急跌到21682点 好像过初 加上跌得太快 高台有些有幸沽货的 都趁机会补一补货 还有期指淡仓 没什么所谓 就先吃一吃虎 但我觉得技术上的断定 应该不可靠 你看指数就知道了 暂时来说 都是反复大远 不过今天技术上 有些少少后抽 好 谢谢郭sir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一节回来是问单环子 家庭观众有什么问题 想问郭sir的话 记住打电话来给我们 电话是2804-6566 又或者是传电邮给我们 稍后回见